武汉大学启明星一号威纳卫星 2月4日从武汉运往海南文昌发射基地 这是中国首科可见光高光谱和夜光多光谱多模式 载轨可编程威纳卫星 将搭载长征8号运载火箭发射入轨 值得一提的是 启明星一号是由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在校学生为主体研制 前后共有5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参与 这个启明星一号卫星是从2019年的5月份 我们开始进行谋划 那么正式开始在是9月份进行首次开始的这样的一些集中的讨论 那么为期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项目具体负责人武汉大学摇杆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毛信周介绍 启明星一号威纳卫星为立方体结构外星 采用载核和平台一体化设计 整形重量约19公斤 我们启明星一号卫星 那么它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那么功能多 成本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特点 毛信周说 作为中国首颗可见光 高光谱和夜光多光谱 多么是载轨可编成为蜡卫星 启明星一号应用灵活且节约成本 那么比如说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一颗卫星 获取的设计需要 获取的红绿蓝三色 这样三个光谱设计 那么如果我们要改成这个橙色 黄色和紫色 那么可能需要 要发射另外一颗卫星 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地面上 用这个设置相应的参数 让卫星工作在这个黄色 橙色和紫色的光谱波带上 那么就可以实现 我们对这个橙黄紫三色的数据的 采集获取 入轨后 该卫星将成为武汉大学师生的空间实验室 方便师生进行自主车控和载轨试验 掌握摇杆卫星相关技术及应用 启明星一号的卫星 那么它的主要是为了验证 摇杆的高光波数据 夜光数据以及空外这个投像数据的获取 那么它以及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控制 那么还有它的一些处理 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啊 做一些这个学生的这个培养啊 近年来 武汉大学在摇杆学科发展 及科学研究方面不断突破 2018年6月 由该校牵头研制的全球首科专业夜光摇杆卫星 落下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后续该校还将发射落家2号01星 落家3号01星 落家3号02星